HELLO 大家好,我是洪信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我們的專案Linux Odyssey 那我們是來自台北科技大學的學生團隊 那我們有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影片來跟大家介紹 你知道嗎? 程式設計不僅僅是寫程式碼 還涉及到如何有效的與你的電腦互動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 當你好不容易完成了你的第一個程式 卻因為不熟悉終端機而無法運行 這有多挫敗 現代社會大力推動程式教育 人人都要會寫程式 卻往往忽略背後開發環境的重要性 使得許多學生在過程中充滿挫折 開發環境具體而言究竟是什麼? 其實就是你在寫程式 執行程式過程中所需要的一切工具 而這些工具 99%都沒有圖形化介面 需要在終端機輸入一行一行的指令來使用 與此同時 大部分的程式要用來運行的環境 並不是我們平常使用的Windows或MacOS 而是Linux作業系統 因此Linux也是學習程式非常重要的一環 但是現在有的各式Linux與指令教學 通常是針對專業人士設計 對一般人而言過於複雜 進而開始對終端機產生恐懼 而這就是我們Linux Odyssey想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相信實際操作是學習最快的捷徑 因此設計了Linux Odyssey這個互動式教學網站 你不用安裝任何軟體 只要使用瀏覽器打開Linux Odyssey 就能連線到一台Linux電腦上 透過設計好的遊戲關卡 跟著劇情一步一步運用指令解開謎題 同時有檔案術這個視覺輔助工具 幫助你更直觀地了解終端機內發生的事 在這些過程中你可以實際練習 並熟悉Linux指令的操作方式 在破解關卡的過程得到樂趣與成就感 且真正獲得用指令解決問題的能力 Linux Odyssey不僅是一個學習平台 它是一個需要你捲起袖子 面對真實開發環境挑戰的冒險之旅 透過遊戲化的學習環境和實際操作的經驗 我們希望能解決當前程式教育中忽視的開發環境這一塊 減少學習過程中的挫敗感 那麼準備好鍵鍵盤 跟我們一起開心一個Linux冒險吧 好 那 算說這個理念聽起來很棒 但是你要想在我們的伺服器上 給陌生的使用者執行指令 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一不小心就會出大事 所以說我們今天最迫切需要的 就是我們想要找一些試玩的體驗者 還有一些工程師跟資安專家來幫我們看看我們的東西 好 那以下是我們的試玩網站 然後密碼在上面 那歡迎大家來找我們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洪信 下一個提案 謝謝 Bottom 謝謝 謝謝 你好 謝謝 謝謝